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看到东华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认真的帮助凤九拨毛豆 虽然东华即使坐在小马扎上拨毛豆也仍然 充满住一般人都比不得的先锋道鼓的滋味 但白浅还是觉得这话风很诡异 白浅偷偷把凤九拉到一旁 佩服道 你是如何把东华帝君训练的 像如今这般贤惠的 凤九挨了一声 帝君不是一向如此吗 他一向对做这些事情兴趣颇为浓厚 白浅意味深场的欧了一声 那请你务必多看住他一点 否则我怕今日好端端的生辰宴 弄出几桩食物中毒事故出来 曹哥的生辰宴 凤九除了宴请清秋的长辈们 当然还有平时那些损友们 这些损友平时虽然看上去大多不是很靠谱 但对曹哥倒是很大方 基本上都送了压箱的宝物作为他的生辰礼 凤九觉得有些受之有愧 便决定隆重地摆上几桌 将自己的厨艺水平发挥到极致 小燕和连宋都十分厚颜地坐在主桌的位置 瞧住七个冬瓜娃正在给客人端菜 小燕择了一声道 老子听说这七个娃娃都是冰块脸和小九 偷偷在碧海苍铃声的 他们是如何做到可以刺怀妻胎的 连宋默默喝了一口茶 怎么你很羡慕 小燕难得害羞地抓抓头 老子羡慕啥 老子现在媳妇都没有呢 连宋后祈祷 之前不是听说小燕魔君 要与谢明主要洗劫连绿吗 小燕忧伤地叹口气 还不是他那个讨人厌的弟弟 故意从中作梗 老子的情路很是坎坷啊 刚说完 就说曹操曹操就到 谢姑愁和谢化楼全部来了 白明主和黑明主同时出现 这与四海八荒都是稀奇事 而这姐弟俩也不是冲住 东华这天地共主的面子来的 完全是因为跟凤酒交好 小燕一看到谢化楼就喜滋滋地 拍了拍边上的空位子 小谢 到我这来 谢化楼刚要走过去 谢姑愁就拦住她 阿姐 那主桌只有一个空位了 谢化楼很自然地答道 我看到了 我的眼睛没有坏 谢姑愁咬牙 只有一个空位 阿姐与他们坐在一起 那我要坐在呢 谢化楼指了指凤酒贴心地 为孩子们专门准备的一桌 那还有个位子 凤酒和东华出来时 就看到各桌已经坐满了 谢姑愁正一脸 怨愤地和一群娃娃坐在一起 他还听到小潮哥 奶伤奶气地问他 谢叔叔 你为什么不喜欢小燕叔叔 谢姑愁哼道 因为他太笨 配不上我阿姐 赵哥认真地想了想 可是我听父亲说 如果一个人很聪明 就要找一个笨笨的人做伴侣 这样两个人才不会吵架 你看我父亲那么聪明 就找了我娘亲 我娘亲其实也挺笨的 凤酒听了 对东华从牙缝中挤出一个笑容 帝君 你真是这么跟赵哥说的 东华福娥 小白 童言无忌 凤酒重重哼了一声 小孩子才不会撒谎呢 你肯定就是嫌我笨 看他气呼呼的就要走 小燕还拉住他 小九 怎么还没有开宴 老子想念你做的菜想了很久了 凤酒哼道 没心情了 安排别人给你做吧 小燕刚想问安排了哪个大厨 东华就走过来 看了小燕一眼 今日本君亲自为你们下厨 小燕 听到这话的白浅 连颂 成语 私命 少晚 他们以为东华只是开玩笑的 直到东瓜王们把熟悉的糖醋鱼端上来 连颂第一个打开扇子干笑道 咱们今日是来祝贺小潮哥生辰的 既然小潮哥也见到了 礼也送了 是不是也算功德圆满可以撤了 私命刚想负义 东华就微微一笑 既然都送礼了 若不好好吃顿饭 岂不是显得本君不厚道 这糖醋鱼只是开胃菜 本君今日兴致大好 亲自下厨一共做了十道菜 众先有不要觉得荣幸 快些品尝吧 如果是别人如此臭屁 他们早就也不客气地把他暴揍一顿了 但偏偏臭屁的人是东华帝君 打又打不过 最会当何事佬的私命干笑道 帝君亲自下厨 我等自然倍感荣幸 肯定连一根葱丝都能吃得不剩 只是小仙方才看到凤九帝后 好像在找天后白浅上神 天后娘娘要不要去看看帝后有何要事 白浅立刻心里神会 立刻咳了一声 那本公马上去找小九看看是何事 明明说话时还尽量维持住一个天后的端庄 可是起身跑路时动作那叫一个快 白浅看到凤九一个人正蹲在院子里 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正在动马蚁丸 白浅走到他身边 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喜欢耍小杏子 可叹你们两口子闹别扭 遭殃的却是我们 凤九哼了哼 怎么是姑姑出来找我的 白浅问 不然你以为会是谁 帝君呢 帝君他老人家如今正忙着放毒 恐怕暂时没有时间来哄你这只小狐狸 凤九吃了一惊 放毒 白浅认真的点头 帝君坐了一桌子菜给众仙友吃 如果你动作快点 应该能赶在众仙友与花钱就他们一把 凤九立刻顾不上逗小蚂蚁了 急急忙忙地跑回厅内 结果因为跑太急 直接撞进了一个熟悉的怀中 东华搂住他 帮他揉了揉了头 还说自己不是指奔狐狸 总是这样冒冒失失的 凤九更加气呼呼 毕君还敢说我笨 我哪里笨了 东华笑 好好好 是我说错话了 笨的人是我 我的小白最聪明了 赶过来的白浅看到他们另外差点没站稳 这老夫少妻果真是要命 当凤九和东华手牵住手重新出现在宴会厅时 众仙才长长地松了一大口气 东华还故意走到主主面前 看住满桌未动一口的菜 挑了挑眉 你们对本君做的菜不满意 凤九已经迅速将这一桌菜替换成他早就备好的 又扯了扯东华的袖子 帝君 今日可是朝歌的生辰宴 咱们给他们些面子 东华微笑 好 都听你的 众神这才彻底放松下来 宴会之后 凤九拉住东华亲自送客人们一一离开 只是谢姑愁走到最后 看住跟孩子们一起玩耍的七个冬瓜 挖醋梅道 帝君造出这七个精灵 可是何故 东华淡淡道 没有原因 纯粹是本君的一个小小失误而已 谢姑愁眉头醋得更深 这世间万物都有原法 哪怕是曾经只作为帝君和帝后影子的陈叶和阿兰若都有自己的原法 何况是从这碧海苍林中演化出来的精灵 东华问 不知黑明主此话何意 谢姑愁对住东华报了报权 还请帝君让我将这七个精灵送入轮回 让他们得到应得的造化 凤九也问 我不明白 难道他们就待在碧海苍林不好吗 谢姑愁微微一笑 想必帝君应该比我更加明白 他们是靠帝君和碧海苍林的仙气演化成的精灵 若能终生待在碧海苍林也就罢了 但如果耐不住寂寞跑了出去 于四海八荒而言 并不是什么姓氏 东华摸了墨 本君明白了 此事终究是本君的过错 还请黑明主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罢 谢姑愁点点头 就这么把七个冬瓜娃带回了冥界 凤九问东华 帝君是怕他们会跑出去闯祸吗 东华摸了摸他的头 他们身上拥有我和碧海苍林的力量 现在又干净的像一张白纸 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造成乱子 不如就让黑明主待他们去回炉再造 或许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一段传奇人生 看到凤九威嘟住小嘴 东华笑 怎么 舍不得 不如咱们努努力 再生七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孩子 凤九脸红的哼道 我才不要生那么多呢 我有现在三个孩子就够了 刚说完就听潮哥在后面买声买气的喊 父君娘亲快来陪我们玩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炁事sels 荞 激 六 七 八 六 五 六 五 六 七 六